我們現在現場直播就是我們要專訪政大地震系教授張敬二 那張敬二老師他其實長期在研究台灣的房地產 那最近大家應該都會感受到這個房市的這個就是很熱 那大家還討論很多包括像央行總裁彭懷拿 還有像行政院長吳敦義他都也有針對最近的這個房市這種熱況 有做一些發言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就是想要請那個張敬二老師大概幫我們分析一下說 我們怎麼樣去看待現在的這個房市的狀況 那如果有想要購屋的人他可以要怎麼去看待這些可能各個單位他可能都有發表各種指數 他要怎麼去看待這些這些指數來去做一個最適大時機的進場買房子這樣的一個決定 那我們大概先請老師幫我們分析一下說 到底像媒體最近報導說第三季房市都突破新高 那是不是真的房地產就是會越來越好呢 還是說其實他的真實狀況不是這樣子 我想很有意思啦大家剛剛講媒體講第三季房市突破新高 所以如果大家看一下我們最近還公布的所謂全國國泰房產指數的價量趨勢圖 第三季其實是下滑的特別是台北市台北縣的這個房地產 其實全國是下滑它是第三季的情形 台北市是連續四季下滑這個價格 台北縣也在下滑的看到這樣的情況 那這個情形很有意思就是說為什麼我們的資料是下滑 而一般業者媒體說的是房產上漲 對不對 第一個你可以看到是說業者的訊息的資料來源是怎麼來的 第一個資料來源其實就是大家一般講知道叫表價 台北市或台北縣就是有幾個新推個案嘛 那我們推個個案來把它加起來平均 台北市就當作一個房產的價格那跟上一季的平均來比較 那當上漲和下跌了 很有意思的是什麼呢 很有意思的是我們看到最近媒體說 台北市的房市第三季的房價突破了60萬 大安區突破了90萬這樣的高價 我們去找一下資料 因為我們其實所有資料都有啦 去找一下大安區結果的大安區只有兩個案子推出來 一個案子是160萬的成交價 開價是180萬 另外一個案子是65萬的成交價 所以160萬加起來除以二說是90萬 所以大安區就突破了新價 當然這講法代表大安區的不一樣 你看最高跟最低兩個價格落差那麼大 所以說房價就變那麼高 其實你知道我們的價格為什麼會下滑 其實到這個房子價格其實這樣子 大家都知道所謂物價指數好了 不知道只是什麼衡量 衡量只是都講一箩筐的物價 每一季都衡量同樣一箩筐的產品 產品跟醬素茶都一樣的 不能說這一季衡量是大賣 下一季衡量是小米 下一季衡量是青菜水果 衡量東西不一樣 那當然不一樣吧 這價格上漲 你看到房子如果長期來看 房子已經上漲 為什麼 因為品質在上漲 你不能控制品質的話 那價格的波動是沒有意義的 或者你不能控制區位 說這一季吹很多在文山區 下一季吹很多在大安區 那是房子上漲 那這也不通的 因為大安區跟文山區本來就不一樣 所以你知道我們在國泰的房產指數 是經過許多一屆的長期 建立一個經濟模型 在控制品質以下 談著價格的波動 所以我們每一季都衡量一個叫標準住宅 大的住宅就像剛才講物價指數 同樣的一箩筐的相同的房子 在標準上看這個房子的波動的情形 所以不會受到這一季推很多的區位好區位 或者這一季推很多大的房子所影響 或者兩個落差很大 你把它加在除以二 那不能叫平均數的 那房子是經過模型去跑的 所以真正的真相是什麼 真正現象是說房子價格 其實是在同樣品質的 同樣的區位 同樣的產品情況 房子是在慢慢下滑 這個下滑當然不是很明顯 不會在下滑 那這個東西就隱含叫一個資訊的扭曲 或資訊的不健全 大家都看到台灣的房子 特別台北都會去房子 特有幾個豪宅個案 特有幾個小的個案 把誇張或者標的 就說你看台北市房子一坪三百萬 或是一坪兩百萬一百萬 那我現在推了八十萬不貴吧 那所以房價還在漲吧 那整個就受到豪宅市場影響到一般的中屋的房子 你看到現在連那個老舊公益啊 他們正常全飆到一坪都一百零三萬了 嚇死人了 對不對 那個都是當被我講做都市更新了 各種因素了 不過都看到整個價格的上漲 是在那種資訊的這個不完整 或資訊的不透明 或資訊的少數個案 以偏概全造成整個房價上漲 那我覺得這個是不道德 或者不應該或者不合理 政府在面對如何一個好的訓底下 大家在做決策 不管買或不買 應該比較公平合理吧 政府要去面對這樣的一個混亂的市場現象 我覺得是應該要更仔細想看 所以我要講說 當前房產的信仰是 大概從2007年開始 你說看到這個圖 怎麼全國或台北市好了 2007年開始 你看到這個 大概2007年大概大約這樣 它整個價跟量是在背離的 OK 價量背離在2007年開始 就發生了價量背離 我們那時候在2007年第三季 我們就說 整個市場上開始量輸 價往上走 整個產業界開始調整 市場開始要轉向一個比較 收縮的局面出現 那很有趣的 一直到2008年 第一季第二季什麼現象 本來一天往下 整個市場一天往下走 背離 就第一季第二季 這個量冒出來了 你知道 2018年第一季第二季是什麼 是一個選舉 剛好那時候總統大選 或者立法院選舉 所以整個市場上那種氛圍 又被選舉行情所炒作出來 那選後呢 我一講 選後回基本面是應該的吧 OK 所以我一起來說 在沒有情況下 應該慢慢會下滑 所以我記得我在 在2008年第4月的時候就說 房產應該回到下來的 政府正式開放之後 很多市場大概慢慢都已經差不多了 所以之前開始要收手 所以我覺得市場上要回歸基本面 所以要講的意思是什麼 房地產基本上是一個長期趨勢 是要看基本面比較多 而那個消息面短期的波動 只是造成一些短暫的現象 那這些短暫的現象 使大家看得有點不清楚 所以我們長期在不動產的研究者 就希望大家要看基本面的情況如何 所以看到說 現在基本面真的都不好 因爲什麼 因爲我們失所都沒有增加 那失業率提高 大家買房子沒有這個能力 我們現在連租金都在下滑 不管商業跟住宅租金都在下滑 那個投資者其實是沒有這個條件的 可是房價還上漲 上漲比所有的所得還高 把金融層上還高的情況下 顯然那個叫不合理 我一強調不合理不合理 不合理是什麼意思 大家知道不合理在金融層上講的 是在短期可以存在 短期偏離均衡叫不合理 它不可能長期存在 所以我一個覺得 市場上那個短期現象 不應該被誇大解釋 而特別使得那些一般的購物者 對這個市場現象沒有看清楚 他剛開始也許說忍耐一陣子 覺得不合理說不滿 他看不合理還在漲 不合理還在漲 所以他到最後被這時候吵進來 那我覺得最不道德就是 使得投資客賺的錢離開了 反而是套到最後一個 那我覺得這個是對 特別對於自助的人 我覺得是有這樣的一個感觸來提醒了 所以我想看到剛提到 不管央行各個政府機構 開始趕到台北特別都會區的一些豪宅 我想這個大家都有感合法吧 是 是